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笔 MUNMAN 墨匠的 不知道是不是换了包装盒 我记得以前买的笔都是塑料盒的 然后橙色底再加白色盒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因为另外还有一颗等会再做视频 实际上说明书想看的朋友 想看的朋友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笔拿出来的地管本身有 就不用了 大概这些先给它放一边去 好,整根笔先来看一下 我这粗细够大的 看一下那个 墨匠的M2 对,这支之前那个M2的 对,被我洗干净 M2的一个粗细 还有那个正常的我常用的 百利金M205的一个粗细 还是也算是一支那个大笔 然后我墨匠这支感觉那个寿命 挺怎么说挺快的 你看好像没多久 然后整个那个密封圈就缓了 好,那个先不说这个,回到这边 整根笔的话呢 现在你能看得到就是它是用一个吸磨漆上墨的 它是 它这一支就 墨匠有三支透明示范笔 一支是C1 C1 现在这一支一支是C2 对,还有一支就是那个刚刚拿出来的M2 吃点这三支做一个对比 那它是这一支的话是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这个我是随便拿一支 因为那个笔折如果是 笔墨如果是透明的 我觉得会好看很多 然后其他的话 嗯,笔尖的话 感觉人说的也不是很多 那笔尖也算是一个大笔尖了 这个笔杆的话 我觉得补上上墨区会比较好看 那口径的话应该也是那个英雄的口径3.4吧 好像是 呃,整根笔拿起来的话 我觉得唯一 呃,没有笔,没有笔夹的笔是很好看的 但是有时候 你看就真的很容易滚 就这样 因为我还真试过掉过 那整根笔的话摸起来 有一个地方是 呃,比较奇怪是 这里是摸起来是平的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你们现在看这个笔嘛 本身整根是圆的嘛 然后这里它这个地方是平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计的一个意思 它又不像拉米那样子 就是说给你一个那个怎么讲 就是一个握把握手嘛 然后你就矫正你的一个握笔姿 嘛那它这个这个平的 我就你们应该能看得到吧 这个如果能看到那就应该对 你看了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平平的这样子 这个我就真的不太懂什么意思 另外呢其他的设计风格 你看这里一个小尖尖等等的 都是远用了一个M2的一个元素嘛 再下来的话 呃,它不像日本笔那样子 有一个那个防磨钢的一个套 呃,就是套筒 正常你看写的话摆了它有一个小套筒 然后再塞进去的 那这个没有啊 但这个有没有我 我还没实验试过说到底会蒸发多少磨 但我觉得这个不会有很大影响就是了 那就大概就这些其他的 不知道有没有比过这个部分真的是看观众 你们说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那就很好看 这个完全是主观的 就这样子 那先上一上墨看一下整个 呃,效果怎么样 那我就不低管,低管上墨了 因为这一根到时候应该 也是最后也是被我会冷板的 因为那么多笔 第一个用不完 第二个一直换也不太好 我通常就用来用去就那么两只 好,上墨先 好,好像没上到 再多上一点 可以了 上了一点点我就停了 基本上上太多也没什么意义 好 好,非常黑的资金 对,万年黑色的一个F间的人 那比肩的话通常我就大概插一下 就是它不要摸低道所获的 呃,易到直上那就OK了 其他的都没什么大问题 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再下来我们就先讲 呃,写一写 然后也是一样跟一个0.5对比一下 那比的比肩的话 因为每家厂商打磨方式 然后它的大小等等 呃,很难说拿很多支笔去对比 而且也很耗时间 那就还是0.5 然后跟这一支笔单独对比 那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做视频全是分开单笔的嘛 那就先写一下 好,可以 那就这样子 首先整根比这样,呃 有一个是要讲一讲的,呃 是这样,曲面的比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你的尺寸真的要这种鱼类型吗 就是说跟你的手尺寸真的要很匹配 拿起来才舒服 这根比直直的鞋感起来 其实会比那种就质感型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它的呃 鞋感是比那个鱼类型的好 呃,因为首先它更好控制一点 另外一个,你会更容易去说 把控整个笔的一个怎么说 呃,微小的写动的时候吗 你总有一些微微很微妙很微小转动 但那个转动 其实这个笔杆的形状是非常影响着 你怎么去控制这支笔 那这个的话,刚刚写起来的时候 就是非常顺手 那不会说我还要花时间说去协调这支笔 所以像这种质感就形状简单的笔的话 你一拿上手基本上就是跟毛笔一样 它整根杆是很好控制 但是毛笔只是那些前面那 前面的那一端那个毛你不你很难控制 但是整根杆还是非常好控制的 那出水来讲是我很喜欢的出水 人人看到我是出监控啊 所以呢正常来讲我我用的出息大概都是这种 像百利金那些的话都是差不多这个出息 即使是EF间的话 那我通常解决方法就是说把字给写大一点 那我更喜欢这样子 然后细的话那我会直接就是说 如果真的追求细我就不会用钢笔了 那我通常是这么去分开 但这支笔的话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刚刚做没多久的 就是那个PanBBS谈笔的一个笔 能看到就是说墨水我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变的 但是尖细了 然后这个颜色就完全淡了 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视频看哪一个看的比较顺眼 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出尖的 就是说爬个子是爬的这个不太可能 你看都挤成一团了不太可能了 你看这边都线条还是随便写也是很清晰的 就随手一些大概就这样子 那笔的话总体来讲书写感受比它的外观 我觉得就书写感受和它的外观来讲书写感受它会做的就是这一点 它会更出色一点比起它的外观 另外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三文堂的笔会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那个AL什么的 那个就蓝色红色金色那一套 那其他的整根笔来讲还是挺满意的 日用什么也是很不错 那这种笔的话它更适合书写 那鱼类型的更适合那个签名 对大概是这样子那视频就到这样 那个谢谢大家拜拜